来看我们的本地新闻 2017年的购买健保的民众 近期就陆续会收到一份是1095的表格 如果你还没收到那怎么办呢 还有就是特朗普税改之后 对健保市场的影响又是怎样 我们请来看一下华兴保险的健保专员 为你一一地解答你的问题 总统川普的税法改革通过之后 取消了对于奥巴马健保的罚款这一项 那他会从2019年开始实行 所以说他2018年的话 如果大家不买保险呢 仍然是会有一个罚款的 那现在大家有一个误区啊 就是认为说2018年 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再买保险了 那其实不是的 2018年如果说你没有买保险的话 在2019年报2018年税的时候 你仍然会被罚款 那么罚款的金额呢 是家庭年收入的2.5% 或者是一个成人695美金 如果说您现在还没有申请保险 或者说您之前误以为说不用买保险 而把保险取消了的话 您可以赶在1月31号之前 赶快再来办理一份2018年的保险 如果没有保险的话 不仅仅是会有一个罚款的 这样一个钱的金额 那如果万一需要看医生 或者去医院的话 却没有保险来保护您 那其实对于您自己的这个家庭来讲 也会是一个很重的负担 因为在美国啊 这个医疗的费用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说大家请千万要小心 现在呢已经进入到报税季了 如果说您在2017年已经买过保险了 您差不多这个时候 1 2 3月份 应该会陆续的收到您的1095表了 那如果说您之前是通过加州健保购买的保险 您呢会收到一份1095A ABCD的A这一个表格 那这一个表格呢会有Cover California 也就是加州全保来给您寄出来 上面会显示所有您买过保险的月份 还有您交过的保费 以及政府帮您补入过的费用 您拿着这一份表格给您的会计师 您才可以报税 那他们这个国税局啊 他会也会进行一个多退少补 关于您交过的保费 和您最终报税的这个家庭收入 来进行一个多退少补 但是如果说您还没有收到这一份表格 或者说您收到的是错的 那请您要赶快的联系加州全保 他们会需要一个为期最多60天的时间 来帮您做一个更正 或者说再给您补罚 那如果说您错过了这个时间啊 您就有可能会耽误到您的报税 如果说您还没有收到表格 然后就无法去报税 可是如果到了报税的最后一天 那您就只能申请延期报税了 这样其实是会耽误您自己的事情 另外如果说您之前呢 是直接和保险公司购买的保险 没有任何的政府补助 那么您会收到一份1095B的表格 那如果您收到1095B的表格 您也可以不拿给会计师 会计师他不一定会需要这个东西 你也可以带着您2017年的保险卡 那他也可以来帮您报税了 但是如果说您的会计师需要的话 您也可以把这个拿给他 有些保险公司呢 他可以给您发一个电子版的 可能这样会比较快 但是有一些保险公司呀 他就必须要给您寄到家里面 就会比较慢了 所以如果您的会计师需要的话 也请您千万不要耽误 赶快的和保险公司联系 以免耽误自己的报税 如果说您已经为您2018年的保险办理过了 但是你到现在还没有收到保险卡的话 你要小心了 你要先看一下 自己当时提供的这个银行卡呀 或者是支票账户啊 他这个银行里面有没有扣到钱 如果保险公司他已经把保费扣除了 那就应该要在扣除之后 开始算的两到三个星期之内 就收到保险卡了 可是如果说您迟迟的没有收到 您可能要赶快联系一下您的经济呀 你的保险公司啊 看一下是不是地址填错了 如果地址填错 也有可能会收不到保险卡 那要赶快的来修正一下 有一些医生呢 如果您不给他提供您的保险卡呢 他就不给你看病了 所以千万不要耽误自己的这个看病跟治疗 如果说您收到了保险卡 也请你看一下自己保险卡上面的讯息 是不是对的 名字是不是都拼对了 有些保险卡上面会显示您的生日和性别 那这些信息是不是都是正确的 还有一些如果您是使用的HMO计划 保险卡上面呢 他会有一个家庭医生 那您看一下您的家庭医生和医疗网 是不是您要选的这一个 如果不是的话 您要赶快联系保险公司来做一个更改 以免万一到时候 马上就要看医生的时候 却发现医生不是对的 到时候再做更换的话呢 就会有一个时间差 那这样就会耽误到自己看医生 如果说您发现自己的保费也没有被扣除 您的保险卡也没有收到 什么通知都没有收到的话 您也要赶快联系保险公司 或者说加州全保 看看您的保险有没有申请成功 如果还发生了任何的问题 然后没有申请成功的话 也可以赶快赶在1月31号之前 再赶快来办理保险 那么在1月31号之前申请的保险呢 是会从3月1号开始生效的 所以如果错过这个时间啊 2018年一整年呢 就没有保险了 所以以免说您耽误自己 这个买购买保险的日期 请赶快在1月31号之前 来办理一下保险 看看自己的保险 是不是都有没有问题了 是不是都是对的 匍 先推文 需要 训误 那